用上期视频的枣密线做了一期枣密酥 普通中筋面粉240克 加20克白糖和100克清水 搅成面具状以后加70克猪油 可以用等量黄油或者玉米油代替 猪油和黄油的起酥效果是最好的 实在没有再考虑用植物油 揉成中等软硬的面团 密封洗面20分钟 刚才做的是油皮面 现在做油酥 180克中筋面粉加90克猪油 抓捏成团就可以了 同样密封起来静置20分钟 枣泥线是上期视频做的 趁这个时间来分成小份 称好重量 分16份每份20克 形好的油皮面先揉光滑 分成16份每份27克左右 油酥不用揉 直接滚成长条 分成16个小剂子 每份大概16-17克 取一个油皮按扁 再包上一个油酥面团 用擀面杖擀成牛舌状 正反两面都擀一下 滚成圆筒形 这就是开酥的第一步 擀上保鲜膜 松弛10分钟 10分钟以后进行第二边开酥 剂子竖起来 两面再擀刨 再次滚成圆筒形状 同样密封松弛10分钟 取一个剂子 中间折一下 对折起来按扁 擀成圆形薄片 包上一个枣泥线 封口处捏紧 然后再次擀薄 用一个小瓶盖 在中心位置压一个记号 围着这个中心点 分成16分 先切四条对角线 再分成8分 最后分16分 把所有的小花瓣 朝同一方向转动 让枣泥露出来 然后按扁 中心位置先沾点水 再沾上黑芝麻 烤山提现预热 上下180度 烤30到35分钟 香酥多层的枣泥食物 喜欢一定要试做 欢迎转发收藏视频 感谢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